大哥 前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李京参加大赛去了 我看了看还得了奖 其实咱说他这人 他没骂过郭德高 这个东西咱还可以给他点赞 人不错 人比较老实 说白了就是 他属于老实人 但是呢 他还是应该有业务技术的 是相声店里有一号 但是他参加这大赛呢 我觉得是一败笔 哎呦怎么了 他不是证明自己吗 这个东西人倒了一层腕儿上 就别参加什么赛了 是 你参加赛去 赢了你是应该的 对呀 是吧 能力成名了 输了 你觉得寒碜 掉劲了 对呀 你现在这些赛都不是跟足球了吗 是 你拿钱就是冠军 郭德高不是也参加大赛了 那郭德高上回不是等于现在 等于说的话 就跌了分了 拿一第二 贾林拿一第一 是 是吧 那你说看看他们俩实力谁大到底 哦 谁的实力强 啊 是不是啊 你现在让郭德高参加比赛去 打死他也不回去了 哦 他现在是祖师爷了 你还跟谁比去啊 你比输了 你没意思 是 对不对 你寒的你比输了 嗯 他好多东西吧 我很多年前就是因为我 我在我们的行业里 我就说过这问题 嗯 是吧 这个你不参加一个什么这个赛 不弄一个那个什么大师啊 这个那 我弄他干嘛使你 告诉我 是 拿冠军 我拿冠军又干什么 啊 啊 没人用你 哦 你没钱啊 你花了半年钱 你拿冠军 你没人用你 你没钱啊 是还得交报名费什么的 对啊 啊 你要是输了 还寒冷 是 是吧 你看底下这些 这些小徒弟们 你看我看 大哥你还不如我呢 你看这玩意还挺寒冷的 对 你还不如你要不然 你就坐那给他指点指点 哦 要不然你什么都不干 是 是不是 你现在要是说过了一定岁数以后 现在就是什么都 什么都别干了 就玩吧 就跟他俩是没事聊聊天 是 就是太阳挺好 太阳得晒 是不是 多好 是不是 所以大哥郭德纲现在就是参赛 就是当评委了 对啊 你让他当评委级的 他让他去什么 点评别人了 再去比赛去 啊 你看我看有时候那个 中国什么好声音上 有些岁数大的 都成名了也去 是啊 我都觉得挺搞笑的 他们 那肯定是节目组给钱 他是不是过气了 他 他过不过气 你也是 也是老炮了 啊 都五六十岁的老 有成名曲 老炮了 对啊 你都应该在那指点别人去了 你还参加他干嘛 还让人 你也帮帮 转头不转头的 所以说 这很多东西啊 啊 人还得有一定的自知之明 哦 还得 还得动脑子 生存 得提前想想才算值钱 对啊 你没有必要 我觉得你像李京啊 嗯 我没听过他说的相声 基本上 是 但是 咱看他这人来说 不是 不像坏人 咱是觉得啊 不像何云伟 那么 对 他不像坏人 但是 你参加大赛完了以后 你说 你能卖出票去吗 没有啊 对啊 现在老说 这个不以卖票为主 你不以卖票为主 你吃什么呀 是啊 是吧 你得吃得喝呀 人不是光 光凭几句口号 他就能生存呀 对呀 他得要钱 哦 你开车 你得加油 吃饭得要买粮食 你养孩子 他得用钱 哦 对不对 你跟你说 好多东西 他们现在 自己有时候 要我 那是 善意的建议 就是这些东西 别参加 那他还得向郭德纲学习 郭德纲当评委了吗 对 郭德纲当初是没当评委 是不是呢 也参加大赛去了吗 上了橱窗 还展示好一天 对呀 那是他最艰辛的一段 哎呦 但是没有这段艰辛 也成不了今天的他 是 对不对 那很多人 他都有 有那个难受这一段 没错 那大哥那看来还是说 李静得向郭德纲 还是得多学 他还是 他 在这些方面 他还比 郭德纲可能 想的少了一点 哦 就是的 是吧 你想 多想想 对 嗯 对